好,又继续Unity 上次尝试 import的Animation 进Brander 就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就示范一次是怎样的 按这个File 选择Import F-Bix 上次尝试的就是跑步和客户 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会歪掉了 其实你就只需要在这个Menu的Orientation 取回它 那一次就会对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 这个如果不刺激的话 那些崩不会对方向的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你看到很正常的Animation 进来 那我们其实就想它变成原地跑 那有多少做法呢 那我们先可以转了Animation 这个Layout 那接着我们可以转了下面 你已经看到这里的Animation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要是 选择这个Armature 这个时候 选Post Mode 接着才选择你的Join 就选择吧 如果不是呢 你的Object Mode选择呢 那下面的Animation 就会没有了 看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选Armature 这个 选Post Mode 接着现在才选择这个Join 那我们就想这个所谓的HeapJoin 就不向前走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Graph 现在是Dove Sheet 那我们就看Graph在上面 按A键 按A键 那你会看到呢 其实它现在这个 现在我选择Hight 要Heap 你选择不同Join 的话 它就 它就显示不同Animation 那如果选择Heap 的话呢 你会看到 它有几样东西的 它有些Rotate 还有Scale 那其实我们就介意 这个 Eset 这个向前走 那譬如我们选择 不拼了它 那你发觉它就不会再向前走 先还原 第一范 不拼 那它就可以做到一个原地跑 OK 那所以呢 你基本上是可以删除这些Key 那你就 那这个 拼回它就可以 那这个Animation 就 不会向前跑 OK 嗯 那 那我们说一下 要在Yuity里面 那我们会再讲 如何在Program做到 同一样东西 因为 有时有点烦 那这样 那这次要讲呢 就是一个Editor 用的Script 就叫做 Assets Post-Processor 那其实它是做什么呢 就是当你Import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都可以做一些 Script去控制的东西 那它又如何呢 其实它简单来说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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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一个 最简单 这个 这个 这个不是最简单呢 先关掉 最简单 我这里有一个 例子 叫Model 对 那你只需要 是Based on 这个 这个Class 去 的一个 那就可以开始用的了 就是这个 Assets Post-Process 那它呢 就是Under 这个Editor 就是它属于Editor 下面的Class 所以你要是Editor 的Name Space 才能用到的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因为它其实只要Editor 才能用的 所以你 就应该是开一个 Folder的Editor 那 Unity 这个Folder名 是有特别的 只要看到Editor 这个Folder 你下面的Scrib 就一定是Editor 才能用到的 它就不会在这个 平时 给个 叫做 Client 那个Player 它就不会 那一份 如果你看Visual Studio 都看到的 这个是Editor 这一份 这一份 里面才有Editor 这个Scrib 其他这边呢 就会看不到 这边就是给Player 这个Scrib 这个就是Editor 这个Scrib 这个是Editor 这个Scrib 所以你要开 Editor Folder 这个Scrib 那你也是这样 这里 012 没有所谓的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反而没有所谓 因为你不需要 Hulk 到那个 Component 那里 那你DoubleK 我示范如何 我示范如何 如何做一次 那只要改了名字 这个 可以用这个 Editor 的 因为基本上 一定在Editor 里面用的这些Scrib 这样 Assets Post Process 那就可以了 那有什么要做呢 它就看回它 它其实有很多Message 就是有很多Event 那 我们可以看 它有分P和Pose 这些是Pose Process 这些是P Process 那我们譬如有一个 诶 P Process 那你有一个功能 那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有些Member 它有些Member的 它有些Member的Property 就是Asset Path 现在的Path 还有Importer 还有Import的Context 那这个 这个有没有用过呢 嗯 这个也不需要的 你不需要理它 OK 那我们直接在这里 Pin 下一个 下一个 就是 现在呢 是 Import 我们的功能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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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一个 Asset Path Asset Path OK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那 如果做了这个 的话呢 现在我Import 一个Model WayK Import 这个Model 你就会看到 它 出了这句 就是我刚才那句 这句 那它就会接到的了 那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它有 它基本上有一堆Message 唯一就要有一个 特别一点 就是这个叫做 All 这个叫做 Post Process All 那这个呢 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呢 要是 Static 的 OK 那它有什么 Planometer呢 它有四个String 这个 这个就是特别一点的 它有四组 它就可以 告诉你 在这一转 因为其实你一次的Import 是在Import很多东西的 这个就告诉你 今次Import了些什么 Delete了什么 或者有什么 搬了位 那样 你可以一次过在这里收到 如果你想要做 这个就是全部的 OK 这个Pre-Processor 就是 一个一个的 你Import 几多个Asset 它就有几多次的 譬如我现在 highlight这两个Asset Import它 那它这两个 都会Core一次的 OK 那有什么可以做到呢 那这个我试试 那我有几个Demo 嗯 那这个Demo 譬如有一个Model 我们这个 那这里呢 它就有很多种的 它Pre-Process 和Post Process 都好 它有分Audio 或者是Model 啊 Texture 那你试试你自己 在处理什么呢 你去选什么 那当然你说 如果我不想分类的话 你就直接 Asset 下P和Pro 都有了 那好像这个 我想只是Model 那就是譬如说 3D Model 就是这个 我现在有个 3D Model 就是这样的 就是之前我们 那个Bong 那个 那它 大概是这样的 那我可以做到什么呢 呃 或者摆下来都没所谓的 那 可以做到什么 就是 你看到这里 我有一个Box Collider 它在这里已经有了 在这里已经 已经生了 那我就做一件事 就是 当Import的时候呢 它里面的所有 这些Object 譬如你看它有这个 Crip 或者有所有东西 总之所有的东西 呃 的范围 就是这个框框 它帮着它的范围 我就生了一个Box Collider 给它 在Import的时候做的 自动的 OK 那所以怎么写呢 就是 就是 就用Post Process 这里 就是 当它Import好 还没写进去 那个File之前呢 我们就可以 问一下它 如果这个Asset Path 是 在这个Folder之下 我限制它 只有这个Folder才会用 那我就 问它 拿这个 所有的Renderer OK 所有Renderer 就是这里有一个 Mesh Renderer 那这个Renderer 你就可以得到它的Bounce 然后呢 我就叫它 呃 开头删一个 没有东西的Bounce 就是一个 没有 怎么说呢 没有Size 完全没有 没有框到任何东西的Bounce 那就不停叫它 包括 那个Renderer 里面的 Bounce 那你就可以最终得到 这个Bounce 就足够框住 它里面的所有 Object 了 假设它下面 它有多少个Object 都可以的 因为这个是 所有Children的 Renderer 然后我就建设一个 Box Collider 那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Post Process 就是 当它进入了 又还没写到 之前 你可以 去改动 那个 Preferb 所谓的 就是这个Preferb 所以它就可以有 一个Box Collider 你看到这里也是 这就是我生出来 如果我弄走这句 譬如我这里 Return了 我弄走这句 再进入这个Model 那它就会 没有了 那个Box Collider 没有了 Box Collider OK 所以我这个 就自动帮他做 Box Collider 那这个是一个 示范 原来这个Post Process 就是可以做一些 进入 的时候 做的一些 好像这一样 我自动计算 Box Collider 那你如果 找某个Folder 它是 所有都是建筑 可能你的所有建筑 都需要 几个Box Collider 那你就不用 手动去跨它 第二件事 就是你不会漏了 因为一座新的建筑 你可能要 记得这个工序 又可以自动化 这些工序 所以这个是很实用的 那第二件事 我想说就是P Post就是 Import了之后 P就是Import之前 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是没有一件Game Object 即是你没有Import进去 但是你可以问他 拿这个Model 的Importer 那是Based on 这个Asset的Importer 这个只是一个Asset的Importer 那 计算是Model 就是用Model 应该是对的 所以你应该 不用确认 那它里面 就有很多Option 那那些Option 是什么呢 这里有一堆Option 那些Option 其实那些Option 基本上就等于你在Import 的时候看到的 这些Option 就是 例如Scale Factor 你可以 降到10 那你就可以 譬如Under 这个Folder之下 总之 这个Path 是Under 这个Folder之下 你都会 帮助它 可能Scale到10 那你就变成了 加一个新的Model 你都不会忘记 设计 这些Option 例如这个 例如这个 我这个 这个是不 取得 Generate Light Map 的UV 我可能帮它取得 那就是这里 Importer Generate Secondary UV 那我就设定了 那它这里 就会自动取得 了 即使我现在 在这里 譬如我选择 我检查它 没有了 那我就再Apply 那它会再Import 你会发觉它 都会帮你取得 因为就是 这个Cooking 这个部分 帮它自动取得 那又是一个很重要 很方便的 一个功能 就是你Import 譬如某个Folder 里面的某些Setting 是一定要用 那些Setting 你就可以在这里 改它 又或者你不改 也可以在这里 做一个checking 例如你这里可以 加一个Error 或者Warning 如果它没有 也行 那这个就是Import Model 那 除了可以加 总之你什么都可以做 你甚至可以 删除了某个Object 也行 譬如我这个Import 不要见到 那你又可以删除它 也没所谓 那你用什么方法删除它 用什么方法删除它 删除不删除它 你可以自己想 凡个名字也可以 凡位置也可以 什么都好 那另外一个 就是我可以说一下 示范的Texture 其实都是一样的 同一样的东西 都是有P和Pose 那这个P 我就逼它 Filtr Mode 一定是用Trilinear 所以你看到这里 逢真是Under 这个Folder之下 Import的Texture 它一定会变成Trilinear 就算你 选择第二个也好 它也是变成Trilinear 那这个就是一样 你可以改一些Setting 一定是用什么 第二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 Pose 就是Import 进来之后 其实你可以改那张Texture 就是那句 Import完之后 你还没写到File之前 那这里呢 其实我做了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 直接帮它加一个红色 什么叫做 如果我这里不做的话 直接Return 什么都不做 我再Import 这张Texture 这张Texture 本身就是蓝色的 类似水的波纹 那我这里就很简单 总之就是 问它拿出Pixel 然后改了红色 即加了红色 然后再设定所有Pixel 这张Texture 就变成 Import的时候 现在我再开这个 再ReImport 你就会看到它 就会多了些红色 基本上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你自己怎么玩 或者自己发挥 这两个都是很简单的用法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看到这里 有叫做 Get Post Process Order 这个你要用Overwrite 因为是基于 Aset Post Process 这个class 那有什么用呢 就是当你多过一个 这些Post Process 好像现在有Texture 刚才有Model 那其实哪个先走 就要看这个Order 那如果你介意次序 你这里可能可以 给一个不同的数字 那你就可以确定 哪个先走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OK 那第三样要讲 就是Animation Animation 这个就比较複杂 相对 所以可以 可以示范一下 讲一下是什么 那你看到很长一点 其实它也是那些东西 我们只有Under 这个Folder 这次不同了 我想做的目的 是有几件事的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看到它的名字 是Under 这个Folder 之前我们 Lesson10的时候 买入那个Folder 如果逢是走 和跑 这两个 我们都去改 那改什么呢 现在这里 那一样 这个SImporter 你要记住 你记住 要问它拿 这个是TextureImporter 那这个Animation 我就问它拿回 ModelImporter 就问它拿 Default的ClipAnimation 那里应该只有 一条Animation 那我就会帮它 设定Loop Time 是True的 只要它是走 和跑 有个名字 Folder的名字 里面有这两个 大家看看 之前那里 如果它的Folder的名字 譬如这个 走 无论是这个 还是这个 我都会自动 帮它 取回Loop Time 看看 应该叫什么 Animation 这里 Loop Time 自动帮它取回 那么 你就变成了 不用担心 你每次放进来的Folder 有跑和走 你都会 加Loop Time 当然 有些人可能会 加UnderScore Loop 总之 那个Folder的名字 里面有UnderScore Loop 它就帮它 Tick Loop Time 都方便的 Animator 就不需要 又要 放到Unity 又要改 因为其实上去 都是改这一样的 那这个 都很实用的 这个是P 那另外 我想说 就是Post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按Post 其实Animation 它有两种东西 它会给你GameObject 和给它Click GameObject 其实就是 这个 这个 应该是这个 这个 那Animation Clip 它是多过一个 有机会 因为这里其实你可以 Start End 这里你可以 加多几个 如果你加多几个 你就会多过一个 那 那 我想做什么呢 就是 就是 呃 我们想拨抨它里面 所有的 Animation Curve 那 譬如我们现在试一下 Wikiki 按 Be Import 那它这里呢 就会 拨抨所有的 Animation Curve 就是 它有这些Animation OK 那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其实我就想做回上次的 就是之前说的 就是 我不想它 我不想它 它 不想它 那个 Hip 那之前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做这个 我挑 这个 就是 刚才我做了这个 Blender 这个Hip的问题就是 这个Hip 除了 向前走之外 其实它有个 Votation 或者有少少Votation 它会向前 谈的 那如果你整个Hip 不质抨的话 这个Hip 不质抨的话 上次的 它就会很肉酸的 那Animation 那所以呢,我就想可以只剔走 那個Position,那個EZ,那個 等一下,我應該迫回這個進來,可以 preview 對啦, preview這個Animation 現在它向後走,這個跑 那...等一下 那怎樣做呢?那首先呢,我們就做這個叫做 就剔除這個LocalPosition而設的 M underscore這個 OK,還有那個Heap是Heap那個 那為什麼我知道這個名字呢?其實就是我剛才印出來的時候 就會印出來這裡,我會看到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那你就會找到那個名字的了,這裡 這裡會找到那個Position呢? 它可能會不會太多顯示出來 嗯... 另外就是Print這個,可能會更短一點 如果Binding Path等於Heap,我們先... 不等於Heap,我們就不Print出來,先試一下吧,再試一次 Reimport 對了,你看到它這裡就會有這個Position 這個 那我就是這樣去知道它的名字的,我就不想要這個Curve OK 那看回Code,我怎樣 remove呢?就是... 首先你要做一個叫做Binding Binding有三樣東西的,就是它的Path 現在就是它的Heap 以及哪一個Property 就是這個Position Z 那這個Type呢,就是填你的Component Type 那現在它是Transformation 如果你不知道也不要緊的,都是那一句 你其實可以這個Print All這個 你就可以...看回它所有的Curve 這裡所有... 哦,原來它這個Heap 有這一堆 還有你可以看到它的Type是什麼 那你跟著它填就行了 那...其實很簡單的 那你就...但是這個要用這個Animation Utility 就問它拿了那些Curve出來 在這條Clip裡 逢它Binding住這個Property 就給我這條Curve 那...然後我把它的Keyframe全部都沒有了 就是...等它沒有Key 然後再設置到這條Clip裡 Binding就是指明哪個Object 哪個GameObject 和哪一個Property 然後再設置下去 那它就變成沒有Key 那我們現在可以... 看一下它應該會不會 它... Removed這個... 我有沒有Call到呢 應該有的 我先試一試 嗯... Import 那我們可以... DoubleK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Animation 或者放... 在這邊... 旁邊 看... Heap的Position OK,看Curve 你看到這個... 這個Z沒有了Curve X和Y都有的 Z沒有了 那... 這個就是... 它就不會再... 向後走 看到嗎 那... 怎麼證明是否... 那... 我再... re-import多次 那... 你看到現在呢 這個... 這個... Position Set呢 它就... 會... 這裡這樣 它會向後走 所以我就可以令到它不向後走呢 就可以... 或者不向前走 總之不向前又不向後走 我就可以用這個 嗯... 就是這樣 這個是... 有些複雜的看下去 但是其實... 跟回曲就不太難的 最重要是這個Animation Retail Gap的Curve出來 改了它 那當然呢 你都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例如你減... 你可以在這裡切一些Key 或者你自己加一些Key 你都可以自己做的了 那... 總之全部都可以Pokaman步控制 那... 現在再re-import 那... 它就會沒有了... 應該就會沒有了向後限的 是不是要Kick一次 嗯... re-import... 先啦... Double-Kick... Double-Kick... 對了... 它現在就沒有了 OK... 那... 同樣地啦 這些跑應該都是... OK的 Double-Kick它 這樣就沒有了 哦... 這裡看是看原本的 怪不得啦 這裡看是看import之後的 OK... 對了... 所以我就可以令到走啊... 跑啊... 那些都沒有向前 這個應該... 對了... 就是這樣啦 那... 最後呢... 還要講示範 這個呢... 就是... 其實我... 可以加Animation Event的 哈... 那... 這裡就這樣... 加一個Animation Event啦... 啊... 應該大力加A... OK... 那... 那... 我們看這個Animation 就看到了... 其實我就在這裡最尾... 加一個Event... 就是按Animation End啦... 哈... 這個是一個示範而已... 是不是真的會這樣做... 又不是的... 就是... 我示範其實可以自己加個Event 那... 當然啦... 你可以在import的時候呢... 這裡按的... 這裡按這個Event的... 那... 但是你又要每一個... 每一個Animation都要加啦... 假設我... 再加Event...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 都是一樣啦... 就是... post process進來了... import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加給它啦... 那... 這個也不難用的... 你... 首先你要把所有Animation Event... 在這個Clip裡... 這個一定要經過Animation Utility的... 你... 就這樣在這個Clip裡... 就這樣拿那個... Event... 這個是不對的... 你拿這個來改... 是不行的... 因為這個是給... 一時間的時候用的... 哈... 是要用這個Animation Utility... 那... 所以這個... 就有點巧妙啦... 那... 拿完所有Event出來... 然後我就... 加一個新的... 那... 給它名字啊... Parameter啊... 就是之前那些啦... Event那些... Parameter... 例如你可以給那個... Scribable Object都沒有所謂...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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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那... OK的啦... 那... 你看到這裡就多了一個... 不過這個... 很搞笑的... 它按了... 又... 這裡我看不到的... 這裡... 因為它這個Editator... 有點搞鬼... 這裡按的話... 我看不到... 看看是什麼... 怎麼才可以看到這個... 我也不知道... 因為它現在... 不是Editable呢... 它變成... 就... 就... 沒得看... 它這個... 很快就看到個名字... 這個名字我給... 按... 這個我給... 你改什麼都沒所謂的... 嗯... Testing... Testflow... 那樣... 可能好一點的... 因為某些人以為Default有這個Event... 那... 那... 我... 這家沒有啦... 我Reimport它... 那... 應該改了... 對... 那... 那... 很多東西都可以玩的... 你自己喜歡怎樣改就怎樣改啦... 所以這個... Asset的... 圖和Pre-Process呢... 就可以做這件事...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 特別先... Speed Tree啦... Inport... Material Import的時候你都可以改它啦... 都是自己看啦... 其實Audio都可以改... 什麼都可以改... 總之你知道這裡可以玩的... 那你就知道... 可以自己... 怎麼管理這些asset... 那... 所以...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用那個Folder... 用那個Folder的名字... 就像這裡那樣的示範... 用Folder去決定它是什麼來的... 例如... 那個Folder是Building的... 那你會用一些Building的設定... 那你就可以用... 那你就可以用... 有些... 不同的設定的... 或者那個Folder的Texture... 是做什麼的... 那你就可以... 不同的設定這樣... 那... 一致一下對 engagement. 一致 Tier127... 谢谢观看